你不要胡编乱兆好吗小胡子 最恨你这种颠倒黑白的车评人 我看你很多视频都推荐奇瑞瑞虎九这部车 说瑞虎九用料好 车身板机刚才用料也好 我告诉你小胡子 奇瑞年头多了就会秀技斑斑 秀穿的 根本不如日系和德系的用料做工好 不要搜了好数你就媚良心说话小胡子 误导消费者和网友 那么以上就是这位网友给我的一个留言 我告诉你这位网友朋友 以前的奇瑞车在防腐防锈 板机刚才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但那是以前了不是现在 每个车企不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 那以前的大众发动机骚得厉害 就算现在都没有完全解除掉 那不照样卖吗 那丰田本田的车 车皮板机更薄 你不照样也买吗 怎么一到国战车上面就有点问题 就抓住不放了呢 我告诉你 现在的奇瑞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月虎九更是用料远超同价位同级别的车吧 你还别拿什么丰田本田德信来比呀 那几个根本就不行 现在知道吗 它的前防状粮 月虎九都是三个日制型的铝合金防状粮 一般都两个日制型 它是三个日制型 非常的宽 你知道吗 而且非常的厚 铝合金的防状粮 前端配备六个西能盒 就这个配置谁能给你讲 而且使用面积很大 很厚 采用防腐防锈 一体式龙式白色车身 西能太空舱 85%的高强度钢使用比列 车门采用一体式冲压的结构 不是焊接的啊 没有切范 车门使用两条双层冲压的防状粮 而且很厚 很壮 绝对不是糊润了事 就这个用料 同价位同级别 一般达不到不是给你的 A座B座使用1500兆帕的热层性钢 你不要说旗舰 瑞虎9 就算瑞虎8系列 瑞虎7系列 也是用料非常厚道的 请问这位网友 看到这个视频 你如何解释呢 还是买你的德系 日系车去吧 知道吗 你打开本亭CRV 同价位同级别的 丰天荣发 你就算把他的老大哥 汉兰达 还有他的官邦拿来 比一比 他们都二多三段车了 你和瑞虎就比一比 看看用料 谁更优秀 谁更好 他们都是一塌糊涂 你再拿大众涂空耳 他原来拿来比一比 能比得了吗 没法比 知道吧 他我得好处 没良心说话 你才是 没良心说话 知道吗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你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 Motion